安提尔遗址 安提尔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风县安提尔乡 是整个和田地区最东部的一片遗址群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 我们深入沙漠腹地 探访了这一神秘的古城遗址 从民风县城出发到安提尔乡 路程170余公里 从尼亚河湿地逐渐深入沙漠戈壁 沿途植被也从茂密的芦苇、湖阳 逐渐变为低矮稀疏的沙漠植物 湖中还穿越了即将通车的和洛铁路 抵达安提尔乡后 一片泥泞的地面拦住了去路 这里刚经历过洪水 地面土质松软 车辆难以通过 由于这个地形比较特殊 我们的越野车已经是没有办法安全地 进入到沙漠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做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 这是我身后的这一台拖拉机 在当地向导的建议下 我们的交通工具更换为一辆大马力拖拉机 由当地经验丰富的拖拉机手驾驶 带我们完成接下来的沙漠探秘之旅 拖拉机充沛的动力和强大的通过能力 在这段路程体现了淋漓尽致 随着路程的深入 各种大大小小的建筑遗迹出现在视野中 从我们的起点出发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跋涉和颠簸之后 我们现在来到了安迪尔古城遗址这个保护碑旁边 刚才听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 从这块碑往里大概还有五公里的距离要走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块保护碑 之后我们就继续赶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碑上写的是安迪尔古城遗址 国务院2001年第五批公路 新疆五月后自治区人民城市 2002年10月底 接下来的行程中 面对高低起伏的沙丘 拖拉机再一次展现了它强大的威力 终于在翻过一座沙丘之后 安迪尔遗址的象征佛塔出现在我们眼前 就在我们独立前往佛塔的路上 一阵强劲的沙漠大风袭来 并进入迅速下降 佛塔也招在一片黄沙中 跟我们上次去探访罗克佛寺走的那一段 沙漠旅途不同的就是 这一次我们遇到了非常强的沙漠大风 这个风刮起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横风 有的时候是那种非常强的旋风 不仅仅是风力本身非常大 刮起来的时候 这些风过鞋的这些沙子也都没来 所以我们讲在沙漠里边 古沙是非常可怕的 可能很快的事情 可以感变一处地形 原来我们认识的熟知的这些道路 可能瞬间也不太强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沙丘有多高 底下这个露白的地方是原来布城的沐山道 现在已经完全被一台沙漠的沙漠 其边缘已变得参差不齐 火塔西北方向百米 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旁边一座半地下室建筑 掩埋在沙丘中 向导用一只铁桶缠走门口堆积的黄沙 我们得以顺利进入建筑内部 这座建筑整体是木结构 大部分为地下 顶部安装了一块玻璃采光 流沙从玻璃缝隙中渗入 在地上堆起一座座小沙丘 这地方是干什么用的 房子吗 房子吗 房子 看护员的房子 长期以来 一代代遗址看护员们 用他们的方式记录着进出沙漠的路线 守护着这一片文明遗迹 曾经的硝烟战火 外国探险者的劫掠都已不复存在 许多文物也重新回到博物馆中尘埃落定 遗址的魅力在于他们的真实和神秘 很多时候为了一堵真龙 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一些遗址由于人为破坏和缺乏保护 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 希望我们都能拓导自觉珍惜和保护身边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 让这些自然和文明的印记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